欢迎收听逆水寒 播音柴绍红 这世上只怕没有人比他更急了 连他自己也从来不会这样子急过 跨下的坐骑已经是第四匹了 一路来他已骑毙了三匹马 没看百五十里路 匹马折蹄 跨岛道旁 可是他仍是没有停下来 歇一口气 只是现在胡伟熙已经进了 他的马见野式地掠过一口道旁的水井 奔去寻丈远才骤然停住 一阵烈烈的衣媚风声 他已掠至水井旁打了一桶水 自他的照照光头淋了下去 然后咬了一瓢子水 咕咚咕咚伸脖子猛灌了下去 他一直不明白 寨上的哥们为啥要在这里掘一口井 现在他才明白一口井水 对赶路的人有多大的用处 在井水旁树荫下的人们都呆住了 他们住在湖尾一带 不可能没见过青谷 但是肯定从来没有见过 赶路赶得这么急的和尚 他才灌完了一瓢水 木瓢子往桶里一抛 哗的一声 人已策略上来 马是长思一声 正要绝成而去的时候 忽听得有一人急问 是不是管大师啊 那和尚的目光在树荫下一扫 只似利殿一般 自金中掏出了一口木鱼 咔咔咔咔 连敲着五下 一名汉子自人群里掠出 抱拳半跪行李 属下铁祖冯乱虎 拜见武当家 那和尚见同是连云寨的人 便急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冯乱虎惶恐地说道 我 我不知道 只是 和尚怒斥 只是什么 别吞吞吐吐 快说 太阳照在他的光头上 原先临时的部位 全蒸发着腾腾的热气 冯乱虎并边也躺着汗 我只听说 大当家和大代主发生的事情 急着要您回去 和尚再不答话 吆喝一声 策马飞奔 而那冯乱虎也掠上一匹马 但要追的时候 和尚的马 已经只剩下前面的一个黑点了 和尚一手直配 一手拿着沐鱼连敲着武下 寨上的人说 原来是武寨主 和尚没好气地赤道 怎么一路上没几个守卫 不怕官兵摸上来吗 守寨的人只敢应试 主人拉开寨门 和尚骑马奔入 里面散布有好几处的墓阁 好几面帐篷 只见一人正从一张大帐篷里 急奔而出 向着他换道 师父 和尚认得那是平日 大寨主 大当家 以及一众兄弟 商议大计的 生死大营 昔日 吉吉铁手等人追捕 绝灭亡 楚相遇 也是在这里定义的 和尚便问 大寨主在里面吗 奔出来迎接的青年俊秀的汉子说道 大寨主不在 大当家在 和尚听得心中一沉 感情是大寨主出事了 自己欠下大寨主和大当家的恩情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要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原来这和尚便是 四大名古故事之 独手里的连云寨中的五寨主 千郎摩僧 管仲一 连云寨 自从上次在虎尾 拦截提手 及武刚中等人 追捕绝灭亡不代 便图强革新 吸收了一名武功绝顶 挚意双绝的高人 顾兮昭 说来 大寨主气少商 气度极大 胸襟极宽 他重用顾兮昭 把连云寨的基业 采取两马并配的制法 共同治理 连云寨 本在气烧商手下 已经是兵强马壮 人多浩荡 加上顾兮昭 进展才华 连云寨之声威实力 更是扶摇直上 千郎摩森 管仲一 率领一只人马 原驻守于边陲 这一日忽然接到 发自连云寨 总舵的飞鸽传书 得惜 总舵领导层 有人出事 要管仲一 单旗回援 管仲一 速来 服营气少商 与顾兮昭 他曾经 身受严重的内伤 为气少商 悉心以内力治愈 且全家 一位气少商所救护 顾兮昭 也曾在一场 官兵围剿的战役里 发兵救过他 他对两人 都欠下活命之恩 而今经文 有人出事 他既不计生死 昼夜兼程 全力赶返 只想以一己之能 粉身一爆 要知道 江湖中的好汉 最怕的 便是欠下别人的 恩义难成 武林中复仇 固然是司空见惯之事 但报恩 更是重大制药 欠下人情 而恩将仇报的 都是叫武林中人 唾弃 蔑视的烈刑 千郎魔僧 管仲一 虽是盗匪 但道义有道 由众恩义 当下一朵脚 那俊秀汉子说道 师父 您先见着大灯家 再说吧 管仲一 躬身走进了皮革大棚 背后的帐篷 给他掀得 霍得一声响 管仲一 只觉眼前一暗 虚实刚才的阳光 太过于猛烈 进的帐篷 只觉得很是阴亮 可能因为赶路 太拒之故 竟略微地 有一些眩晕 即要用手 扶着帐篷内的 那根大柱子 才稳得住步伐 管仲一强子宁定心神 只见一个文士打扮的人 坐在面南紫檀 聚桌之后 专心地在雕楼这一个图章 管仲一的漠然闯进 他的眉间 只是略剃了那么一剃 但是始终不曾抬头 这帐内气氛 文士的精神 全都集中在 他右手执着的雕刀 左手拎着的印章上 管仲一抱拳 色声喊 顾他当家的 那文士扬了扬手 蓝袍衬着白边 秀里的手更是白 管仲一 即止住了声 而心里却有千百句话要问 那文士又楼刻了半上 文静的就像他身上穿的 蕴瓶舞者的蓝袍一般 管仲一的汗 又一粒粒一颗颗的冒上来 遍布他的头顶发根 下巴的胡须上 大当家 蓝衣人扬了扬眉 左手轻轻地 把印章放置于木桌上 之前 他的脸色在有暗的光线里 涂了一层白粉似的 你来了 他的声音虚弱低沉 似断若须 管仲一道 顾他当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蓝衣人 当然就是顾西昭 他垂眸沉面 低速说 管大师 你真难得呀 我们的皇恩令下 你是第一个到的 管仲一道 这是应该的 我欠下顾打当家的恩情 刀身虎海都要赶来 不知 气大债主他 顾西昭叹了一口气 把右手小刁刀 徐徐贴近了鼻前 凝神细看着 你也欠下了 气债主的恩义是吧 管仲一颤声说 啊 气债主他 他 他出事了 顾西昭叹息着摇了摇头 在看着自己的刁刀 像是一不小心 就会把这珍贵的小刀 弄蛇似的 管仲一踏前两步 移到了顾西昭的桌前 两手紧紧抓着桌眼 才控制住心中的激动 他 他出了什么事 快说啊 顾西昭喃喃说道 看来在你的心目中 他比我更重要了 管仲一一呆 没有听清楚 啊 你说什么 突然 顾西昭双指一弹 手中的刀 急电也是 飞射而出 管仲一指就心口一麻 背后一痛 多的一声 刀已经定入背后 隔七尺远的柱子之中 刀柄物质在晃动着 刀不沾血 管仲一低头 才默然发现 自己的胸口穿着一个洞 正在鼓鼓地流血 他这才醒悟 那一刀 是他身体中 穿过去的 管仲一念及此 双手用力抓着桌眼 一只那么坚固的上好檀木桌 也发出烈烈之声 而桌上的文房四宝 也在震动中互相碰撞 他哆嗦着声音 也在思想着 你 你为什么 顾兴超充满惋惜地看着他 遗憾地说 我也没有法子呀 官仲一哑声说道 我 我是为报恩而来 你去 官仲一 语音骤然而止 磕磕两声 檀木给他抓裂了两块 捏在手里紧紧地不放 而人也扑得一声滑响 终于扑到毙命 顾兮昭 游子南南说 谁叫你的恩人不止一个呢 他又摇了头 我不杀你 又如何杀他呢 杀了他 岂不是要防着你报仇 我要他死 要他孤立无援 就必须要先杀你 再杀他 这时候 那俊修的汉子闪了进来 垂手而立 顾兴超的目光也不抬 淡淡地说道 你师父死了 那俊修的汉子说 他不是我的师父 哦 俊修的汉子说道 我是奉大当家之命 拜他为师 学权他的绝技之后 好为大当家效命的 我跟着他 只是一个任务要完成 全无师徒之情 顾兴超道 这样最好 他微笑着拍着拍 俊修汉子的肩膀 他 屈非擒走兽的绝活 你可学权了 俊修的汉子功声说道 性不辱命 哦 清除一栏吗 俊修的汉子目光闪动着说 他会的 我全会 我会的 他不会 好个霍乱步 不枉我栽培你的一番心血 那俊修汉子霍乱步说道 冯乱虎 张乱法 宋乱水 护乱步 身受大当家 申恩 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顾兴超听了也没什么表情 只是说 他日的富贵荣华 当与你们共相 不过 他顿了一顿 眼中放出异彩 当前之计 便是要 先杀 气少伤 霍乱步说 大当家放心 都准备好了 嗯 我的安排吗 一切无 这时 帐篷之外 忽然传来响亮的语音 属下同组张乱法 有事禀报 进来 一名虎虎声威 凛然有无意的汉子 跨步走了进来 气少伤 老学光 阮明正 沟清风 已经到了山下 正上山而来 顾兴超 换步走了过去 手徐徐按在 木柱上的小刀 沉思了一下 收拾掉管中医匕首 记住 要一根头发都不要留下 说到这儿 他搜的一声 拔出了小刀 刀滑入袖 瞬间不见 他斩钉截铁地说 计划照样进行 他的计划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 就叫做 杀无赦 气少伤 老学光 阮明正 沟清风他们 进入帐篷的时候 帐篷内 早已找不到一滴血了 帐篷内 摆下着五张檀木大椅 顾兴超起身 向刺人作义 大家辛苦了 大哥 请上座 气少伤道 还去这俗里干什么 二哥受伤了 要赶快救治才是 只见老学光 一身是血 身上至少有 七八处的伤痕 最轻的一处 是右臂之右肋 有一道深约四分 皮肉向两边翻起 可见模糊的筋细 看来是个人 用枪前之类的 常重兵器 所戳伤的 其余额发 尽被火所烧伤 伤得甚重 顾兴超惊道 二寨主受伤了 老学光 目光森冷 但却毫不动容 皮外伤 不碍事的 只是那些狗强盗 一次彼此来的凶猛 借围剿我们连云寨之名 把这方圆数百里 七处村镇 狂搜暴掠 打架结射 奸淫杀戮 无恶不作 事后却通通赖在 我们连云寨的账上 真是诸高不容 卵明正要老学光坐下 替他腹擦伤口 并小刀把霉肉烂出 弯挑出来 老学光冷恨 要不是七大哥喝止 我一定冲下去 跟他们死拼个 你死我活 气少商道 老二哥 您别动气 那干人是 奸相傅宗书派来的 其中领头的是两个将军 一个叫神压将军冷呼尔 一个叫骆驼老爷 咸鱼仇 这两人不比上几次派来的 雍官诺将 只要烧是法舵 就可以杀他个落花流水 软明正道 他们是长山九游神军的 三徒及四徒 被傅宗书收览过去 这次他们调兵遣将 倒是来势汹汹的 劳虚光冷恨 怎么 来世兄咱们就怕了 阮明正正在为他刮伤疗毒 他是哼都不哼一声 勾清风的身上也挂了彩 头上也有伤 只不过伤得不似老薛光 勾清风外号人称 红袍绿发 而今头发倒是一般红 一般绿 血块凝结下来 他也不以为意 二债主平日打雷都不开口 今日这话倒是挺多的 这不是转死性 这是什么呀 说吧 勾清风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连云寨的弟兄自己开玩笑惯了 勾清风虽是六债主 说话不知简点 但是大伙也不见怪 原来连云寨八位债主 即使 虎啸鹰飞灵蛇剑 劳学光 赛诸葛软明正 镇前锋 摸鸠平 千郎摩僧 管仲一 红袍绿发 勾清风 金蛇枪 孟有威 双刃搜魂 马掌柜 霸王棍 游大龙 其声师 已然甚壮 规模直破 武林四大世家之难寨 青天寨 后来九线神龙 气少商 独闯连云寨 以单手击败八大债主 且连换八种 完全不同的功夫 令八名债主 为之折服 更是佩服他的才智实践 用他为大债主 八大债主 才因而每人一次序 降一级 连云寨的声势 因而更为浩荡 早已超出了南债 围在独守意义中 连云寨中 殷宝储相遇 而与铁手 青天寨 及苍州 石镇东的部署起冲突 八债主 双刃搜魂 马掌柜 因而丧生 连云寨寨寨主 又恢复到 八人主政的局面 直至近年 气少商 效法自己 加入连云寨之先例 为才适用 拉拢了顾熙昭 及其四名部下 同主连云寨 于是 连云寨 声威之状 一时无了 各方英雄好汉 纷纷投靠 同时也引起了 官府的注意 数度围剿 都损兵折将 伤亡惨重 这一来 因朝廷也为之侧目 加派军队 案前高手 以平匪乱 这些日子的连番征战 老徐光等人身心俱疲 不过这一众兄弟 书孝惯了 自持连云寨 辛其力壮 固若金汤 也不当是一回事 狗精锋 这么说的时候 阮明正笑着说 狗嘴掌不出象牙 顾熙昭笑着接道 老二哥真了不起啊 人说华佗 替关云城 刮骨疗毒 然查史诗医者 绝非华佗 而今阮三哥 替老二哥刮骨疗伤 二哥脸不改容 三哥身一妙手 倒真是让我们亲眼目睹 心折不已 这连云寨 原来就是老学光 和阮明正 一文一无所创立 不管气少商 还是顾熙昭 言语间 对他二人 仍是十分尊重 老学光冷冷说 什么脸不改容啊 你看 这大汉叠小看 脸都黑一块白一块的 老学光这么一说 大家才发现 他真的是躺着冷汗 有黑的脸堂也 微微地发白 不禁都笑了起来 阮明正 任俊说 快好了 你去再忍一忍吧 你去再忍一忍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